而总指挥林飞凡这举动受到关注 他大概没想到怎么穿着都被拿来讨论 BTT上很多人在评论他穿的这件军绿色的外套 什么牌子哪里买 现在网络上甚至出现了 这个著名林飞凡款的山寨版 而且连他脚上穿的鞋现在一并被讨论了 那么对此呢 林飞凡似乎担心说整个学运会因此失交 他在脸书上发文 不要再问这个这真的不重要 如果大家这么想知道的话 等运动胜利的时候他会公布 灯高一呼喊口号 学运总指挥林飞凡 全身形头现在都是话题 布置外套有网友眼前发现 他脚踩的是经典黄靴 官网售价6900元 品牌昵称叫踢不烂 很符合学运秀的拼劲和强韧性格 学运进入第十天 林飞凡把招牌绿外套换成蓝色 就怕穿搭配模糊焦点 还在脸书上po文 要大家卖个门啊 外套是什么牌子真的不重要 如果想知道运动胜利时会再公布 文章一彰8万多人按赞 网友也接力回应 说他是签送一 迟名的非返款 有人坦诚真的跑去看 但已经卖到缺货 还有人说别忘了 眼镜是什么牌子 也要公布哦 这个人的特质吧 就会为他 从他身上去看他的服装什么 什么总统夫人啊 穿的衣服什么 都很容易被拿出来发挥啊 我觉得这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就是总统跟学生要有沟通 学习这个偏提 跟什么太阳柄啊 或是什么之类的 限制生活 民众反应都很冷静 但是网络拍卖 打着林飞凡同款外套 卖家越来越多 还有报效问语答 提问能加购总指挥的签名吗 卖家的回复也很有感 说签名会找时间问看看 但到立院静坐打卡自拍 享有免运费优惠 还要买家 不要再问演技了啦 学习华逊 意外成为网友 讨论话题 TVB新闻综合报道